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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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時候剛好是我創作的最熱情 然後體力也最好 可以整個台灣神走遍 在拍的時候事實上 已經要很刻意地去尋找 那些還沒有變的東西 如果你把相機鏡頭朝右擺一點 它可能就是50年前的樣貌 你把它朝左邊擺一點 它可能是最新的時尚的景象 那可是我就有意就把它擺向右邊 因為我知道那些不變的東西 就是代表我的成長經驗 以後也難得再拍了 阮蔭中1950年出生於宜蘭投城 在傳統又封閉的小鎮 他的童年生活總被當作怪小孩 不被大人理解 每次拍到不開心的小孩 我就像看到我自己 真的 我就是那麼不開心 我的小時候 放學就要工作 我會幹嘛呢 我們要挑水 然後我們家又養了好幾頭豬 根本要處理這個經驗 在我童年有一點受傷 就覺得怎麼 我不如人啦 但我的命怎麼那麼苦 我不想要待在鄉下 我要到城市偶遺 就一件事情 一心就想這件事情而已 我剛好我剛剛寫攝影 然後用相機回來 那個竹母啊 我還特別有拍一個特寫 他說我竹母從來不會覺得我是壞小孩 那我的竹母更特別 他跟我講過一句話 也許這句話就讓我度過最懶惱的童年 他說啊 鄉下 大家都不了解你啦 你如果比較打拼的 有一天會變成我所在最有出頭的 這句話真的是給我很大的鼓勵 他對我好像看出某種特質吧 阮宇中透過畫畫及閱讀 來逃避當時煩悶的生活 高中畢業後到台北求職 憑藉學生時代展露的才能 在幼師文藝擔任編輯 為書刊做插畫設計 但是在一次危機 他轉換了人生道路 退伍下來的時候啊 看到報紙上在登廣告說 要一個藝術編輯 X雜誌 那我就去應徵啊 馬上就被認用了 可是呢 這個老闆要送我到門口 黃詠松啊 創辦人 送我到門口的時候才問我 阮先生啊 請問你用什麼相機 我說我不會拍照啊 黃詠松臉都綠了 我自己去練習啊 我記得我第一次拿相機到 萬華去逛的時候 我就呆住了 因為以前啊 看東西只挑自己想看啊 要不然都不存在 可是現在拿起來 要框起一個畫面的時候 你才發現說 我為什麼要拍 我到底要拍什麼 有什麼好拍的 這一切都是問號 我看到充滿問號 最嚴苛的問號是 你跟我有什麼關係 你為什麼要拍我 哇 我才深深地感覺到說 我從來沒有仔細地 看過我身邊的人事物 我不去理解別人的意義 跟價值 從來沒有過 所以那個時候我就很慚愧 你根本就按不下快門 按不下快門 我本來以為我無所不能 你知道 所以那天啊 我真的是 冒出的汗 滴到我眼睛 我才知道我那個汗都是冷的 那還很奇怪 我不小心想要試試看 我可不可以拍什麼的時候 別人的反應 點醒了我 哎呀 我長得不好看啦 害你破壞啦 他以為我要拍他 他有一種受寵熱情 所以我是被帶引著去 被人性的那種善念 所吸引去對焦的 覺得攝影就是要發現好的東西 要肯定那些價值 嚴格來說啊 真正把台灣的一個村落的 延伸態也好 或是他們發展的變化也好 我捕捉了算是比較 周潛一點的 大概就是四季村 還有另外一個呢 就是北埔 我當年來北埔的時候啊 京廣湖跟天水塘啊 都還是有人在生活 孩子們啊 把京廣湖當成他們的 遊樂場所 轉來轉去跑來跑去啊 周迷藏最好的地方 小蘭輝 你好 小蘭輝 謝謝阿公啊小朋友 他來跟他鋪回去 不是你也用的 我們在地上 你在地上 不知道啊 這個家 對啊 就這個 是啊 這個是白色的 對啊 以前是白色的 對 白色的 啊 現在呢 那個 所謂的漂亮的棋樓啊 大概一家都沒有保存 所以 北埔最有特色的建築啊 恐怕啊 如今呢 都沒辦法看到了 為了道路拓寬呢 都已經破壞了 然後 新蓋的呢 又彼此的不協調 這是 北埔最可惜的地方 北埔那個時候實在太封閉了 第一次來北埔的時候啊 我中午很累 廟口這裡呢 是比較陰涼的 我就坐在這裡頭啊 打個盾嘛 我沒想到啊 就被警察給叫醒 問我為什麼要來北埔拍照 他叫醒我的方式啊 是用腳踢的 然後態度呢 就已經把我張室是一個 類似一個 不良企圖的這個壞眼 就是對一個外來客來說啊 那是傷害很大的事情 幸好我沒有被這個 傷害啊 給下退 我黃老義偶在在河山的造謊 剛開始幾次的攝影啊 都是跟小孩子 小孩子跟你玩 他們的家人啊 對我也就不陌生了嘛 那我最滿意的是 有一次啊 我在廟庭這裡啊 一個老頭主動的先給我問好 我的心的好安慰說 你們終於接納我了 好 傳統攝影啊 它就是一個光學跟化學的結合 所以暗房變成呢 攝影創作的很關鍵的一部分 你拍得很好 可是暗房失敗了 那作品呢就可能也失敗了 加緊光啦 要使後面黑 所以我要擋 然後也要使這裡衣服夾 衣服夾到手也不能太多 所以要 這樣要晃 最後還要這樣晃 滿有趣的 你們看了就知道 是最近呢 我才稍微鬆一口氣 要不然呢 這個有三年的時間啊 我幾乎每天醒來 第一件事情 喝杯咖啡然後就靜安房 因為我有太多底片啊 只有沖洗出來 沒有放大出來 這些影像都可以變成 一檔一檔的展覽 它已經跟我生活密不可分了 進安房就是我每天一個熱情 我不進去了 我就渾身不自在 我進了安房做完事情 好像一天才開始 我記得那個英國有一個攝影家 我很欣賞的 叫東麥庫琳 他把安房比喻幾乎就是子宮一樣 那有人把安房比喻成祈禱師 有人把安房比喻成修道院 那對我來說 進安房就是時間機器 看著他們在安全燈下 從弦影 停影 定影啊 影像浮現上來 那個就像好像生命誕生的過程啊 那個感覺啊真的是 讓我回到了拍照的現場 今天拿什麼底片就回到 三十年前或是四十年前的 某一天的某一個地點 那種感覺太奇妙了 以前覺得說 嫁個藝術家可能很浪漫 那這不是這麼回事 你嫁給他一個你才知道 他會把很多的精力時間 專注在他的工作 光是一個事蹟你看 他可以一個人去九年 你說普通人誰受得了 對我們來講 這實在是很單調又很枯燥 有一次老師說 我們這去試計 那個人就說 你扣我零用錢好 我不去啊 所以他很多地方 他要自己跑的 上山下海 獨自旅行去探訪很多地方 十五十年來 他就一步一步的 把他想做的事情做掉 心中有出亮光 重新的照明亮 心靠耶穌心中有平安 這個小孩啊 當年啊 不是還跟我那個 軟息 軟息 還玩在一塊 還會打架是不是 我都不知道 是我趁你沒有看到的時候修理他 你修理他 你給他修理 都有都有 四季我為什麼會拍九年呢 說實在這也有個商禮啦 所以我就一直等待 那結果四季村呢 跟我最熟的那個人呢 就是邱阿羅嘛 有一年的大年初一 從頭四季 第一個四季想要去邱阿羅家 跟他打個招呼 一看到 一家人圍在一口棺材 四季有一個很特別的商禮習慣 一個人往生二十四小時之內 就要入土為安 所以我老是拍不到的原因就在此 去邱阿羅那一次就偏偏讓我碰到了 我碰到說好吧 我就從早上一直到傍晚 神父替他主持葬禮 到他的墓地 我會撒下一把圖 那我也知道四季的故事 就在邱阿羅的葬禮結束 他爸爸以前就是背他 然後搭這個肩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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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來 裡面兩個看這裡 好 超可愛 行腳 各地方的採訪當中 我覺得他都可以做到這個 紀錄實在的 跟他的對象的那一種溝通 有這個情緒 紀實相對就是紀勤 實跟勤要並存 這個功力要很高 好 你先看照片一張 然後再看我一張 讓我 對 再看我 對 好 今天的回來真的是讓我意外 第一個我看到大自然的環境 沒有被破壞 然後村子裡頭的這個房子 沒有一間我認得的 這是已經很大的改變 不過村民啊 他們在我面前 看照片的那種反應 真的是溫暖了我 對一個創作者 尤其是攝影師來說 被我紀錄的人 是那麼的懷念 當年的那個情景 恍惚我所拍的 不只是個人的創作 也是他們整個村子的一個家庭相簿 這種感覺特別好 勞動就是人跟土地的關係 人與土地啊 它就是台灣的農村的 我最滿意的一些影像 我拍照的時候 按下快扁最感動的那種瞬間 連跟土地的關係 就是生老病死嘛 連生遺失 長遺失 有感情之後 產生了一些信仰 然後又年紀老了 又回到這個土地嘛 我也持續從事過農事 然後也逃離過故鄉 對以前自己的所作所為 感到了一種羞愧啦 就是我以前為什麼 那麼討厭這些東西 實在不懂事 然後終於又重新 因為攝影 再回到啊 我所想要逃避的那種生活的現場 經過緩醒 把它拍得更有感情 《人與土地》是軟衣中的著名作品 1989年巴黎現代美術館 收藏了其中12張照片 成為它通往國際的敲門磚 因為在台北展覽的時候 出版了一個小小的畫冊 被一位朋友的姐姐帶到華國 結果就被巴黎現代美術館的 攝影部主管 那個時候她很喜歡 她主動來聯絡我 收藏了所有張照片 之後我才有辦法在 法國的這個攝影博物館展覽 然後我也才認識一些攝影大師 也終於辦了一本 國際性的雜誌了 其實她講過一句話 寧可雪中送炭 不要錦上天花 所以她攝影家雜誌 那個時候去報導的人 都是很多世界上還沒被發現的 但她發現以後 那些人可能就重要 因為這個雜誌在世界上 比如說大英博物館 巴黎現代美術館 然後一些很重要的 甚至最好的時候 在紐約的地鐵站也會看到 在那個時候 可能剛好是數位時代起來 這個傳統報導攝影 開始被很多人忽略 可是有時候就是這樣子 我們要在很多事情 最被忽略的時候 不要忘記堅持它 人生晚年 軟一種選擇回到故鄉 宜蘭投城的海邊定居 這邊是投城鎮的夏埔裡 我平常隨時來 它對我來說都是很舒服的 本來拍照就需要出去 需要看 需要走動 需要到陌生的地方 那投城是故鄉 哪有什麼陌生的地方 可是整個投城也在變 隨著我回來 好像比70歲的老頭 再過7歲的童年 我有那種新鮮的感覺 一直在發現 一直在發現 本來我也不會想回來 故鄉定居的 那純粹是要緣分 我常常有感覺 所謂的故鄉 友情的地方就是故鄉 不是說你出生地才叫故鄉 讓我回來投城定居的真正原因 就是桂山島 有一年的大年初一 我就在投城的海邊 坐在那邊 望了桂山島兩個小時 然後我臨走的時候 我回走一看 那一排房子當中 八樓 邊間 貼著一個要賣的 那個黃立場的廣告 就是因為那個緣分 然後讓我決定說 如果我想要過我的天 我的後半身的話 如果我要寫點回憶的話 那最好的地方 就是能夠看到桂山島 因為我的祖母跟外祖母 都是桂山島的 說實在 我父親母親都很忙 印象當中 我被躺的那種經驗 都是祖母跟外祖母 所以那種感覺 是很溫暖的 好 這樣子漂亮 你看桂山島好好看 晚上的桂山島 你在這裡生活久了 你就會覺得 桂山島不只是一個景色 它好像跟你以前 花很多時間去拍一個地點 是一樣的 它雖然是個太平洋 孤零零的一個島 可是慢慢我覺得說 對啊 以一個頭層子弟離開家鄉 又回到故鄉 心境也不同 它累積的東西也不少 我終於可以好好的把它當成一個 像以前一樣那麼嚴格要求 我拍每一個主題一樣的 來完成這個桂山島 拍照對我來說 它讓我的生活領域突然變得很寬 讓你很自然的 就要跟陌生人人產生關係 然後讓我把別人的生活經驗 也變成自己的成長的一部分 同時也是一個創作的主題 這是何其有幸 在給我那麼豐富的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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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麼豐富的延伸 你有記憶